大家好,我现在在杭州 后面是龙井村啊 杭州最有名的就是龙井茶了 去这个龙井茶的产地看一看啊 走 这个龙井村就在西湖边呢 离西湖很近,坐公交就过来了 村口很多人在卖茶叶啊 这边农家乐搞得非常好 还有旅游的人啊,非常多 环境也很美 这边又可以喝茶,又可以吃饭 还可以观光 这边的茶叶,种的漫山遍野 都种到山头上去了 这么高啊 只要采茶的时候 还要走到那山头上去采呀 树木也很茂盛这边 这个龙井村最有名的就是这几个山头啊 湿芬山,北高山 出了这几个山头就不是龙井村了 就这几个山头的茶才最好喝 还有人在采茶呀 这个应该快采完了吧 卖多少钱一斤啊 这个啊 1000块钱一斤 6000啊 1000 6000了我发责了呀 这个是采什么呀 我看这 小牙要拿 我看看 那你看我手里都 3000 3000 30005到3000 那明天的明年 明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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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茶忙 采茶很累呀 我看人家都是故人采的嘛 是故人采的呀 采完了他们回去了 这里是最火了 羊了几天了 哦 我跟大家讲啊 这个龙井茶 三斤四斤五斤 嫩芽才能炒一斤茶叶啊 早上采的这个嫩芽 因为它有露水呢 所以要四到五斤 呃像是现在中午下午采的茶叶 三斤就可以炒一斤茶了 很辛苦的 他们这个茶能采好几次呢 在清明时候采一次 在现在古语时候采一次 清明的时候叫 明前茶 现在叫雨前茶 明前茶最贵的时候卖三千多一斤的 现在采的能卖一千多 像那个卖几百块钱一斤的 那都是不好的茶叶啊 正在修剪茶树 这茶树没修剪之前都是这样圆的 很大一棵 茶叶采完以后 他就要把它削掉 光剩下底下的杆 上头的叶子全部削掉 就是 这种样子的 削成 从龙顶村走下来 这个地方好漂亮啊 红色的 蜂树啊 这叫 九溪烟树 这个地方 有九条溪水 流到这里来了 碧绿的池水 红色的树 那边还有个小瀑布呢 瀑布还不错啊 从那上面留下来 落差有个十几米吧 这山上也全都是种的茶叶啊 茶山 那边还有一个小瀑布 我看到了 这山上的花瓶子 是用了 这山上的花瓶子 中兵的花瓶子 涂子